哈囉大家好 我是薇薇黃庭維 歡迎來到我的新頻道音樂頻道 這個頻道呢將會分享很多我專輯製作的幕後花絮啊 或是一些更深入我的心裡話 關於在製作音樂 關於在我對音樂的一些心得跟回憶啊 還有一些分享 所以大家記得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下去的話 趕快訂閱 喜歡音樂這一點的話 從我甚至還沒有開始上學的時候 因為爸媽很常開車出去 測試上面會有CDPlayer 那時候最興奮的就是每次開車出去 只要經過了那種我在賣CDPlayer的攤販的時候 都會很想要去看說哪一個歌手現在出新歌 所以當時我一整片的唱片盤 上車的時候都還會挑說今天出去玩要聽誰的歌 所以我覺得最早可以追溯到 當時從好小還沒有上學的時候就很愛很愛聽歌 隨著上了小學 最喜歡的是音樂課 我還加入了一個叫做節奏樂隊的地方 他是負責在升旗的時候 然後你就不用站在太陽底下 你在旁邊就是負責打那個國歌啊 打頒獎進行曲啊 就覺得很風光你知道嗎 就是每天呢你就可以背著那個小鼓 然後呢你就覺得啊大家都在看我 享受別人盯著你看的那種感覺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我覺得很感謝當時的音樂老師 他就奠定了我的節拍基礎 高中比較偏向是一個歌迷心態 到處聽 然後這點喜歡的就聽 然後這點喜歡的就聽 直到接下來做了Youtube 才開始覺得說哇 就是成為一個在鏡頭底下的人 Youtuber開始做了一些cover 甚至是到最後有了自己的第一首歌 不專心 因為哥哥 他一直都知道我心裡還有這樣子的夢想 也很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當時三不五十一直跑KTV烤貝迪 然後他就說不然你就出一首自己的歌好了 所以才會誕生出了不專心這首歌 我記得當時我很喜歡天國的嘉義 因為王心霖唱的花的袈裟 就那時候輕輕柔柔的曲子啊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這首歌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真的認定哪一個人是 我的楷模我的目標 我覺得很嚮往很崇拜的對象 直到鄧子齊 我從他的存在那首歌 他演唱存在開始 就非常的追隨他 發現我好像很喜歡 很有故事的歌手 因為我覺得歌對我而言最重大的意義是 你即使是在寫自己或是你在描寫他人 但他聽到的時候 每個人聽到可以寫錄 帶入自己的生命的這一點很重要 好像在寫我喔 我就覺得這一點是非常 我很注重的事情 眼淚 什麼是眼淚呢 我當時覺得唱歌這件事情 尤其是錄不專心的時候 才沒有什麼所謂的歌手使命呢 就是好玩啊 然後可以做這件事情啊 開心啊 幫自己圓夢啊 當我第一次感覺到所謂的歌曲的力量 是返校日二 我覺得返校日那一年 即使跟觀眾都有一段距離 但當我在唱多想告訴你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是看到了大家在哭 我其實第一時間是震驚的 接下來很快樂 我就被大家渲染到 然後我記得返校日二 我就是一個沒有把歌唱好的狀態 因為我哭得要死 那一次返校日二是我真的親眼第一次見到 有人聽我的歌哭了 我就覺得說哇 原來我又有唱進別人的生命當中 原來我有讓我的歌詞發揮療癒的力量 原來我有讓我的聲音去拯救了其他人的一段時間 我當時才覺得說 歌曲跟影片的力量是不同的 影片我可以製造大家歡笑 但歌曲算是一個細水長流 我覺得這就是歌曲跟影片不一樣的地方 那時候有顛覆自己的認知是 我還蠻害怕自己的聲音的 因為自己聽自己講話 跟聽麥克風出來的聲音 還有聽錄音室出來的聲音 三個是不一樣的 我就覺得說 這樣真的可以嗎 然後我當時很 沒辦法接受自己的聲音 中間有好多次都很懷疑自己 然後哥哥那邊就說 可就是你的特色啊 然後他就覺得說 啊這個聲音這樣唱不專心這首歌 帶出來那個青春的感覺啊 學生的感覺 他覺得很好 哥哥他就是一個頭腦非常好的人 我們應該算是一個 就是一個互相扶持吧 他一直努力的推著我說 OK的可以的就去做了都做了 踏出第一步真的是最難的事情 我很感謝就是哥哥 他有推了我一把 然後讓我跨出了第一步 嗯 這句話的話我覺得應該算是 因為這張專輯也算是真的 又再往前跨了一步嘛 跟之前錄製單曲 在YouTube上發布 不太一樣 就真的是整張的EP 那我覺得在目前為止 我想要給自己的話就是 永遠不要給自己設立框架 勇於嘗試 這件事情 對我為人是很重要的 並且是在這張專輯我學到最多的 那麼希望你喜歡我的音樂 也希望我的音樂可以進入你的生命當中 使用你的一部分 那麼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下一集的連結在影片下方 如果你有時間繼續看下去 你會了解我更多唷 唉唷都快要把 所有心裡話都告訴大家了 好啦 那我就愛這樣子嘛